春中一粒素,秋收万科子,绝大多数的事情都是有因果关系的,一个人做了什么,就会得到什么,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出现结果,通常,一人做事一人当,一代人管好一代人。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佛学禅语。 作为家庭来说,很多因果关系就会连绵不绝地出现,子孙后代要为祖辈的言行举止负责,以下三种不幸祖辈种下的因,子孙报应的果,有一种都要尽早改正。 第一种是祖辈的陋习,子孙在学习。 有这样一句谚语,孩子不明理等于是果子酸了,果子酸了要在树根上下功夫。 为什么很多孩子调皮捣蛋,还很没有礼貌,或者有小偷小摸的行为抱着手机不放,大人看到这样的孩子就很讨厌,但是大人有没有想过,这一切都是大人自己教的,孩子出生就像一张白纸一样,什么都不懂,孩子的第一步是父母扶着走的, 第一句话是父母教的,上学第一天是父母送去的,孩子的一日三餐是父母给的,在点点滴滴的生活中,孩子就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,也包括陋习。 五代十国时期,高继兴建立了南平国,虽然国家很小,还被稀署,南唐等强国包围,但是高继兴却活得有滋有味,他处事的习惯就是风吹两边道,邻国人做贸易,从他的眼皮底下过,就得榨取一些,就是贡品也不会放过,若是邻国派军来索要,他马上就认怂,给人赔礼道歉,息事宁忍。 他过世之后,儿子高从慧继维,把风吹两边道的做法,发挥得更加厉害,并且抢夺财物之后,脸上都没有了羞愧之色,其他的国家历经图治,而南平国一直用雕虫小记,因而落寞了,被宋朝打败。 很喜欢一段话,播种一个行动。 你会收获一个习惯,播种一个习惯,你会收获一个个性,播种一个个性,你会收获一个命运,父母对爷爷奶奶怒吼,就别指望儿女会孝顺,父母好吃懒做,就不要指望儿女会勤快,父母荒淫无度,就不要指望儿女会珍惜缘分,要明白,孩子养成了陋习,后来要改正,是很难的,最好是一开始就学不到,无从学习。 第二种是祖辈的仇恨,子孙在报复,在很多电视剧里,我们会到这样一句话,杀父之仇,不共戴天,若是父母受到了伤害,子孙会想尽办法去报仇,以此类推,祖辈把某些仇恨交代给了晚辈,那么晚辈就会牢记在心,从而埋下仇恨的种子,想尽办法去做打击报复的事情。 春秋时的楚平王,听了奸臣的话,抢走儿子的妻子,还谋害了忠臣武奢,武上,武奢的儿子吴子虚逃到吴国,然后想尽办法得到吴王的信任,带兵攻入楚国的影城,差点就让楚国灭亡了,看到楚国生灵涂炭,我们很心痛,但是更心痛的是,吴子虚和楚平王之间的仇恨,渊渊相报何时了?老祖宗告诫我们,平生不做皱眉事。 世上因无切齿人,为什么到处都有仇家,总是想着报仇血恨,其实是自己做了亏心,不理智,不道德的事情,一个老人最大的愚蠢,就是把仇恨当成了传家宝。 要知道,老人怂恿子孙去报仇的时候,其实是让子孙变成亡命之徒,哪怕是人与人之间的过节,都不能留给子孙,比方说邻居之间吵架了。 老人受了委屈,千万不要指使儿女,去邻居家闹事,就是子孙要去闹一闹,老人都要劝说,邻里相处愉快了,子孙居住的环境才会和谐,若是不愉快。 老人应该想办法去改善,多一点宽容,多一点笑容,少一些计较,哪能有什么深仇大恨,人老了,其言也善,其行也良,才是对的。 第三种是祖辈的缺德,子孙在承受。 古人说,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善,主要指的是德行,可是很多老人,在中年的时候,就忘记了德行,到老的时候,也不知道改正,从而子孙为此反复纠正,被贴上坏人的儿子,女儿的标签。 春秋时的夏季,丈夫过世之后,他和陈国的君王,两位大臣,私情泛滥,导致儿子夏征书,非常难受。 然后起兵谋反,夏征书兵败身亡,夏季被储君掳走,家庭因此失败,难送的秦桧陷害忠良,后来他的子孙参加科考,都会被人歧视,难以被采用。 当有人说,我是秦桧的子孙的时候,一准会被人唾弃,老人借钱不还,欺负好人,坐监犯科,有牢狱之灾,成为某个恶性事件的主角,都会坑害到子孙。 有了一个缺德的老人,子孙要学好,都难上加难,外人对子孙的善意,是怀疑的,鄙夷的,随时要记住一条做人的标准,子孙比你强,说明你有德,否则就是无德。 理想中的老人,是慈悲的,对晚辈的无限关爱的,现实中的老人,很多都会做缺德事,根本不会对晚辈负责,原生家庭有很多种,但是年轻人都要学会自主生活,对于德行,承上启下,对于恶行,该扔就扔,家庭要如何兴旺,还得看年轻人的。